現屆新聞系畢業生Jasmine曾想過以記者為終身職業, 但畢業後決定轉行當年鎖定售課員, 相片來源為Money's 負雜誌, 贊文,I Money's 負雜誌今年, 可能是新聞從業員感到最風雨飄搖的日子, 兩份經營幾十年的報章突然結業或停刊, 也有雜誌因經營艱難而要裁員, 前途未卜事實上, 每年各大專院校的新聞系均有大批畢業生, 今年估計更多達七百多人, 當中不足一半學生畢業後或投身傳媒行業有爭賞過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新畢業生認為, 記者薪酬待遇不佳,最終選擇面包, 轉投其他行業有資深傳媒人相信, 仍有不少有資入行的年輕人, 他其以眾籌形式創立全港第一間獨立通訊社, 以合理薪酬水平拼請記者, 最近另有兩間新媒體也宣告加入戰團, 在這時代據倫下,傳媒新血舊將如何尋出路? 記者和收課員是兩個直言不同的職業, 但新聞系學生將可以Jasmine在大學四年級時, 同時兼職記者和收課員更在畢業後選擇了後者作為他第一份全職工作 很多人都問我為何決意離開傳媒, 我只是想趁環有美好回憶時離開新聞系應介畢業生Jasmine在大學二年級時, 開始到一間大型連鎖服裝店任兼職受課員三年級暑假, 他被派往一間本地免費報地產版實習, 其後他一身兼職,在大學四年級時邊上學, 邊兼職受課員和記者畢業前, 他要在兩份兼職中選一份轉為全職, 幾經掙扎,我會開始想像,十年後的自己會怎麽樣呢? 作為新聞系畢業生,當記者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兼職記者的體驗告訴我, 沒有辦法理想當繁食傳媒發展前路忙忙入讀新聞系時, 他覺得記者的生活是多知多彩,也跟很多人一樣, 覺得記者有一份是名感但實習期間, 他眼見其他較知心的記者,入職十多年, 每天去差不多的記者會,面對同樣的人,工作重複, 他不想十年後也經歷同樣的生涯在免費報堅職時, 他每天交兩份稿,一條一手樓盤,一條二手樓成交跟自己想像的有落差, 每天的工作就在這個五百字的框框裡他希望寫的新聞可以更有深度,更多角度, 但受截稿時間與蝙蝠所限他觀察到,在地鐵車廂裡, 大部分人都拿著手機和平板電腦我在免費報紙兼即時, 連家人也不會因為要看我的報道,而去拿一份免費報回家他看不清留在這一行的發展前路, 加上讀者的口味難以觸摸,好故事不一定多人看,多人看不一定是好故事令他決心離開相片來源, 本部資料室相片來源,本部資料室記者薪酬待遇不介他轉行的另一原因, 是考慮到記者的薪酬和待遇他認為記者起身低,但對記者本身能力要求很高, 而且工時長、放工時仍要留意相關新聞、接聽公關的電話等,令他24小時都好將在工作, 沒有私人時間和生活現時的售貨員薪水比免費報地產版全職記者高2500元, 工時卻更穩定,每天工作約10小時,收工真係收工而且他喜歡現在工作每天面對不同階層、 不同性格,不同需要的客人,為客人挑選衣服,也是一種挑戰他覺得現在工作講求團隊精神, 不像記者工作班,相對獨立和孤單會想選擇新聞系, 暑其實習和四年所學,他沒有絲毫後悔,反而覺得新聞系對他面試和了解社會有幫助, 也為他帶來不少美好記憶他覺得現在選擇受課員也許是衝動居多, 但年輕人有時就是需要一點衝動,做自己想做的事當然受課員也不會是他終身職業, 他早前嘗試認證現職服裝公司的建築行政人員,但不獲錄取,希望將來再嘗試Jasmine放棄做記者, 但對於希望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新聞系學生,他覺得一事無妨, 起碼可以自行去感受這一行是否適合自己,找出自己路向。